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好像是波狗杯 这家对Infit人族对兽族的比赛 那我今天会看两盘他们的比赛 这个顺序呢是打乱了 我相信乔林可能会选他们的其中一盘 因为他们是打了有三盘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这里两盘之后呢 有兴趣的话他未必他会出的 也许如果看第三盘会有 就这个不好说 因为他今天还没有发给我他做了什么视频 最近的视频都是比较晚才做 因为那个痛症越来越严重 我也觉得好奇怪 好像现在说有些东西都不可以吃 只要吃了那个肩膀就好像会被刀割一样 就什么番茄啊什么 还有一种 那个叫 产的那个菜的普通话我不知道怎么练 平时粤语会跟我妈讲 哎今晚吃什么 然后他说吃那个 我现在都不能吃了 要借口 但其实是很普通的菜来的 为什么会看人族的兽族比赛还看两场呢 因为WEC的比赛呢是有五个人族三个兽族 虽然这么讲 其实呢打兽族的话 也就是fly的打一个 但其实在里面有一个人比较特殊 就是我 我要打四个种族了 因为他们可能会宽族 而且宽族有可能像ysl那样子 就比如说跟tix精灵打 他如果用人族加暗夜 我可以去AI可以去其他劣势的地图 那我tr可以跟精灵打 但是他如果tr他选ud 我基本上就已经输 就送一分 所以去地图的话 只能把你可能会碰到的种族 所有最快的情况去去地图 那样子其实是非常的劣势 但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希望不会像以前的比赛那样 不过这个很难讲 那我们现在看专注他们的比赛 这个比赛也是 是希尔跟Ninvit打的那两天打的吧 所以我们看Ninvit的开局也是三年口 可能他现在觉得tr就是用这种开局好 一出门他是先放了一个水人在411那里 然后第三个步兵是留在这 然后炸弹人是一个剑圣跟大法师加步兵 一个大局陪这里 其实剑圣的那一边只要追着大法师砍 人族就肯定会练少一个点 哇这大局胃口很大 不过没有被围住这还好 其实这个大局一定干扰不了这里的 就是让你多费点木头 哦还死了 这也被围住了 他刚才是点了一个 他补了一个水人了 之后就走位不胜 然后Ninvit打法师回来拿宝物 剑圣如果继续在这里陪呢 他应该是能直接再敲一波命兵去这个411那里 这样练 其实好像没练到多多少东西 区别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法师的经验值 其实是从那个大局的身上来的 他其实受处前期这样就死了 哇他用TP回去了 哦他刚才是 就JD要想要练那个点嘛 如果他不练那个点 诶大局这一次补到了 那个大局是砍死了那个四级龟 否则剑圣不可能升级的 前期就打得很紧臭 鞋和粉 五个步兵 呃 八个农民 六个步兵有一个被追死了 他这里是没有 补 这房子补得比较慢 他可能不打算就有一种打法 就是你步兵出到七个到八个 然后再去压制 就比平时的六个步兵要多两个 围地洞围起来会更强势一点 那样子你的双BIA在二本之后呢 基本是没有钱放了 哇这里又顺手围了一个大局哦 这家能不能卡出来 但卡出来 可能我看也要死了 剑圣路很危险 因为现在他一直都没有补给 提前造墨房 然后四个大局 应该是没有买头款 买少一个头款 四大局这样过渡 鞋 没买鞋才对 没买鞋这个打法 令之前是有用过 人组二本已经好了 买兽王 过去拆地洞 然后兽族现在其实是不放建筑给你拆的 所以就点 随伦塔 这些地洞就 极果把步兵给点掉 大局是在野外 准备回来夹这个圆竹 地洞 苦弓上去还算是蛮及时的 点了第一个地洞 把兽族的苦弓引开之后呢 立刻来点另外一个 现在就逼着兽族的 彩晶的苦弓 过来也维修 就干扰你的经济 现在不单是二本建筑不能放 钱也才少很多 这里 人族其实关键就是尽可能的拖多一点时间 JDR在防这里的细节呢 除了地洞没有被打掉 还有一个就是关门打狗 他 那个剑胜一直是追着大法师 然后用 自己的一些单位来卡位 因为其实你打步兵呢 他不会走了 你打其他单位呢 他打兽网友 死了就死了 就除非你 直接把大法控掉 控到他没血 那么他就会走 走了你的建筑才能放 而且现在 他还没有前方PS 先放一个B1 可以出狼旗加车子来防御嘛 虽然他的这个建筑学车子 比较难钻进去 剑胜是没有停下来 继续练及 可是小歪来这里分的经验 那么剑胜就没有三级了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 如果这个隧多亨特是带着尽快药水 在这里等的话 剑胜练到三级 搭一瓶蓝 再带一个尽快药水 放少一个地洞之瓶蓝 是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时候去找元祖 来强杀这个大法师 就不仅仅是说复制希尔的那个成功 是可以比他更成功 因为这个瘦王也没血 两个英雄都是红了 所以元祖其实在前期的开局 虽然优势 但是中期那一波拆建筑 实际上是亏了 第一什么都没打到 第二大法师那么快就TP回去了 五个法师这里研究那个专家紧女巫 水瓶没有带 那这里打到一个咆哮圈轴 不知道剑胜的魔法回的怎么样 早就已经在旁边找击亏了 也是围着地洞 好 爆掉 猎头加这个科多 而且咆哮也毫不犹豫点出来 鼓攻也冲出去 这里元祖绝对是不可以打 一定要就放风声 其实如果这张加速没了之后呢 兽族就凶不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里超多的民兵和招宽木 不过他们打不到这个兽族部队 就是他们一直在走 他们也打不到人 但是加速的兽族呢 是可以打到人的 就是一直追一直追 把肉干的法师给追掉 而这里 因非原地马塔 逼兽族回来 然后发挥这些招宽木的优势 可是他的英雄血量实在太低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走位啊 他大法师一直都不敢丢火球啊 而剑胜又找到了一个好位置 但是隐身术呢 是已经升级好了 他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在升了 那样子 现在就渐渐的开始进入元祖的节奏了 Fly在今年的比赛呢 很多盘都是这样子 就是冲出去那一波赚了很多 然后元祖撤退 然后Fly回来打这些打 然后元祖再进攻 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 就是TM Fly在左下角 TH00在右下角 就打了一盘比赛 拉一下 兽族部队就全死了 就是塔是没做好 不过兽族部队 我们看到现在 也是同一个道理 元祖的塔 和农民吸收了火力 然后已经用过加速的兽族部队呢 而且他们 他们要回来嘛 他们要往回走嘛 他们本来就中了死路嘛 就是变成了一个剑法 然后他还要攻击那些农民什么的 他要火力全开 那么后面跟上的法师部队 打这些中甲部队呢 呃 性价比啊 就输出啊 全部都体现出来 就法师最强大的那一刻 就是 呃 大局点农民啊 打要法师尽情的向他们输出 而且这个时候 受足的灵魂念还没有 这个是没有BS系的打法来的 呃 这样呢 我眼睛有点痛 呃 以后的解说 尽量会调早一点 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睡了三次 可能这几天调整座息时间 只睡几个小时 然后很早就起来 不过下午又顶不住 要又睡着了 哦 很痛苦 所以大家 不要熬夜 我从小熬到大 这个是我 十几年的习惯来 可能就我懂事以来 基本就在熬夜 因为我小时候已经在熬夜 这个没有办法 我打游戏之前 我已经开始熬夜 这个问题是 这几天我有在反省过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改过来 啊 现在受 人族就是 法师海 然后 然后MF转那个破法 这样子呢 法师就是有一种打不完的感觉 而且这样 武士人口转破法 首先 经济上面要好 其次呢 你转了破法之后呢 呃 有足够的火力来点大局 再说了 后面有暴风雪 嘛 还有就是 你的 亏复力和法师 就 旅路很难不够 第一 有亏复力 呃 第二 练几快 第三呢 白牛 驱不过来 而JDR现在白牛都没有 不如不要说驱散了 不过他利用这个狼旗的网啊 还有剑升的疾风部啊 是 也能杀一些法师 关键就是他怎么撤退呢 啊 现在开始在拉扯了 他选择的是不驱散 然后狼旗当肉盾 而MF也什么单位都不打 他就打剑升 我们发现 很罕见了 受作部队是 全是绿色的 就是一个剑升神血 剑升也没有疾风部了 那个隐形的战鹰是一直跟着那个剑升 所以现在你看人族有没有粉已经不重要了 一般一有魔法 那个战鹰就会 和猪啊 都会去捕捉一个兽族的动态 比如有时候你练击的时候啊 呃 你去走一下条路 你看到有这个尸体 其实你就可以判断他在哪里 当然呢 你能跟住他就最好 你可以点他的膏药 而且炸弹人双科多 很霸气 双科多 然后他为什么要双科多呢 我不知道哦 双科多看他会不会升攻防 如果有升攻防的话 就是跟Fly之前打后期的一个 就思路是一样 压50人口来打后期的受阻 就是狂练薛伦德 呃 升攻防样治疗波的 性价比更高 呃 呃 已经在升防了 是有点相似的 就现在不不寻求说70人口 70人口 摔登塔加不过来 而且暴风雪呢 反而更厉害 因为你的部队卡在一块 现在就60人口 然后呃 破人口更快 部队的质量更高 现在应该受阻是往这一个趋势发展 这里我其实跟你们分析 其实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 像以前打比赛之前了 呃 我打 这之前打无法证的那一天 我是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是现在这样 我是不说出来的 我说出来的话 其实我分析的很慢 但是我把这些说出来的 你们也可以听得到我怎么分析 其实我就是在分析这个对我有用的 比赛的一些信息 那选手是怎么准备比赛的呢 呃 就跟这里差不多 我可以分享一下这些备战比赛的过程 如果你说要把那一两天的东西整理出来呢 可以写很长很长的一些文字来表达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细节 呃 或者有时候你想的 和你去 就你想得到的和你看得到的 都对信息都太过复杂了 因为比赛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 那这里我也发太费解的 就是为什么 人族会有这么多的男屋 他这里有 没看错吧 我 第一次看到人族打兽族 可以出 这么多的男屋 有9个男屋 女屋只有5个 是他点错了吧 他这里49人口 啊有趣的是他这个人 人口已经提前补好了 然后农民他没有继续补 木头相当吃紧 家里还补了一根塔呢 就是 他的打后期跟 就跟打希尔的那一般呢 商店在外面一被拆掉 这个破法就补不了 而且这一盘也同样 他的人口在里面放的不够精致 就是布局不够好了 这里我看是放不下商店了 再加上那么少农民 就不知道他这一盘的钱会不会就在棺材里 带就带进棺材里了 5个狼旗然后两个大局一个猎头 这个是一开始造的没死 工房的话只是生了一房而已 还是66人口 而这里他没有出巫医 但他有眼睛 这个眼睛是谁的 是他自己的吧 有巫医吗 有出巫医 有出巫医的话 他66人口 就是在这里再出一辆车 砸这个人口 你砸一下 其实就是你赚的经济 这个炎祖叫补房子 他如果不出来 出一辆车 就相当于这辆车是干嘛的 这辆车是用来采矿的 就是你砸一下 人家的钱少一点 你可以当成你是在采矿 那辆不是工程车 那辆是红色警戒里面的那种采矿车 不是有那种时空采矿车啊 又有那种什么采矿车 红颈后面有很多版本 我相信很多看魔兽的人都玩过红颈 因为是红颈出的比较早 我小时候也是玩红颈的 就我可以觉得打这么一个比方是蛮有趣的 那这辆就是他的棍子呢 是一开始是插在插在家里的 他不是流膜 所以他现在这个无意的膜不够 他就不前压 是 哦 左边已经开了矿了 另一边的猪呢 绕了地图的一圈 现在是能看到分矿了 那这种其实你出头十车和开矿 你可以都说是来消耗吧 就是这个是对后面的消耗更好 不过有时候就经常是打完之后 受阻的矿踩不起来 因为人族的招宽物会一直过去骚扰 好 这个无意又帮了一根眼 但是隐身的占阴 所以隐笔是把这个眼给排掉 由于前面已经已经17分钟了 他们这里耗了太久 因为前面斩的钱 现在是可以慢慢的爆到 一把眼口破法都可以 而且有了暴风雪之后 像这种阵型呢就更加窄了 我觉得那辆车真的很精髓 就希尔跟Invit打了一番 他现在其实除了砸房子之外呢 他还可以砸这个树林 就有点像如是传说里面 你带一张生的平等 然后就能抽到的话意义非常重大 就有一些单位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变成牌的样子 就是这样来理解 有生的房吗 没有继续生工房 有啊有啊有啊 这个继续生 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 受阻70人口已经满人口了 他不能再多人口 他后面的钱都投资在蓝屏 分框 还有群补了 啊能网住就基本死掉了 然后我们看他的魔法是集中用来驱散这个款漫 然后两个网杀了两个女巫 然后如果他现在撤退的话 他用加速走 他这不是赚的 稳赚的 但是他现在继续进攻 他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博弈 啊说说王用那个迷你塔把自己卡出去 然后大法师递了一个小无敌 而大法师也是有TP的 所以这里JDR想要强杀英雄其实并不是很明智 反正是裸露在外面的两个牧师呢 是不知道被磕多还是被白牛不知不觉的点到快死 而这个时候再TP回去 我们看呢 英雄的木头实在太少了 然后这里暴风雪一直在下 我看JDR一张群补用掉 然后小Y的魔法只有一半 这里其实已经相当危险了 而且他选择继续冲第二次 因为他还有一张加速卷轴 狼奇冲上来网住这些部队 有攻防有磕多 死得会比平时快很多的 而且两个克多其实确实可以输出 真的可以提高这个输出 就是他远程冰狼奇多出一个网 叠他没有攻没有在攻击 哦 这里压死了 这个暴风雪下不过来 好像又走 大神狗的受阻 其实现在他再练一个点小Y到三级就无限奶了 那我们作为一个分析的角度怎么看 除了说就这两盘兽族的打法好是吧 还有我们要看到 炎族的打法哪里不足 他其实这个打法打先知很好用 而且他打先知的胜率是非常高 但是打剑胜的话 我觉得更多是更持久的消耗战 就是要从受王一到三级的时候 可能就要开始这种消耗 不能说等到四级四级半或者都到五级 因为那样子见面亏的那个一定是人组 跟受阻打UD是一个道理 受阻打UD一见面肯定是受阻死兵的 所以受阻喜欢二番牛头嘛 牛头吸了所有的伤害 要踩地板降低你的输出 让一见面亏的那个希望是UD 是这样子 也有一个以前呢 有一个把这拉民兵冲出来 因为比较没放弃 而且这个阵型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没机会 两个英雄都没有魔法 这第二次狼奇操作得很好 想要破法基本是 它是网座破法 然后第一队去攻击那个破法 第一队包括什么 两个科多 两个英雄健身的大局 然后第二队就是白牛了 然后第三队就是狼奇 这样来回操作 破法希望能做什么 点狼奇 点不到狼奇 被网住了 面前的是大局 就没有款手之力 对着有攻防的大局 十分的吃亏 而我们现在去看 他们第二盘比赛